今天我們在講 所謂的中天 到底有沒有危害到國安這件事 結果我們的國安局長說話了 國安局長說話了 因為他在昨天備詢的時候 他特別說 因為大家都問說 NCC說有國安的疑慮 在我們的聽證會 第七點就說有國安疑慮 國安局長他就說 中天換照過程 並沒有造成社會的人心惶惶 所以第一個他沒有出席 但是他也說 其實沒有造成所謂的人心惶惶 至於有沒有所謂的紅色資金呢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NCC的主委陳耀祥就說 旺旺控股沒有補助中天的問題 是補助在中國大陸的事業 代表我們不是紅色資金 我們也沒有所謂的國安疑慮吧 宥正你怎麼看 這個是我們的 國安局長來認證 所以他這麼說然後呢 然後民進黨繼續抹紅啊 繼續任由那些立委啊 什麼老師啊 繼續抹紅啊 扣紅帽啊 那不然請國安局長 把那些扣過中天紅帽的立委名字點出來 然後叫他們把講過的話吞回去 國安局長說我們沒有國安疑慮啊 那就叫他們把話吞回去啊 對不對 時代力量也很喜歡針對中天啊 把話吞回去啊 國安局長說沒有啊 那你覺得有可能嗎 滿難的啊 來 講到國安疑慮哦 民進黨最喜歡扯的就是中國大陸 講到國安疑慮 民進黨也很喜歡扯中天 然后现在呢 他把中国大陆跟中天 中天加一个加号 那就变成国安大一律 中国大陆国安一律 中天国安一律 中国大陆加中天国安大一律 大概是这个概念 没有办法 因为你们看了NCC的听证会了 荒腔走板 他找不到理由来处理中天 他找不到理由来关中天 所以就扣你红帽 说你红色资本啦 说你是红媒啦 说你是红顶商人啦 我跟各位说 什么才是国安一律 什么才是国安危机 当美猪要进口 我们政府不挡 这叫国安一律 当疫苗我们想打 但是不知道要不要打 这叫国安一律 当我们的卫福部部长 连美猪进口都在说谎 这叫国安一律 当农委会的主委 不懂得保护猪农 只懂得围观之道 这叫国安一律 当民进党有立法委员告诉你说 不喜欢吃你就不要买啊 不要去吃香肠啊 这才叫做国安一律 中天做了什么事情 是国安一律 没有吧 民进党只会这一招啊 当他找不到理由对付你 他就磨红你 当他找不到理由 换掉你关掉你 他就扣你红帽 所以我才说 国安局长说 中天没有国安一律 这个陆委会说 我们没有任何的中资疑虑 那又怎么样 那就叫那些 我就说啊 将近委员把话吞掉啊 把自己讲过的话 写在纸上 然后把纸撕碎 然后吞到肚子里面去 那我就舒服一点了 要不然你扣我红帽 扣了那么久 然后在立法院讲两句话 然后继续再扣我红帽 那请问意义在哪里 所以 有中天 不是国安一律 有中天叫做民进党的政权疑虑 会怕 会怕 不是国安疑虑 有网友证也不是国安疑虑 一样叫做政权疑虑 怕选不上了 怕真相你们知道太多 怕台湾人以后不把票 投给民进党了 就是这样 这就是现在中天面临的处境 也是我已经面临过的处境 不过没关系 我知道你们都很支持我 谢谢你们 没事不要乱扣人家红帽 台湾跟中国大陆 本来就要好好相处 没错吧 所以我挺中天 因为中天新闻台一直在做的事情 是希望你们的生活过得很好 是希望台湾跟大陆处得很好 是希望台湾跟美国也处得很好 是希望台湾跟全世界都处得很好 是希望美中台三角关心是平衡的 不是外一边的 这是中天一直做的事情 所以我挺中天啊 我也挺我自己啊 因为我主持节目那么久 我不说谎我不作假 居然叫我什么 这个直播节目访问佑农 然后他讲两百万顿 不行你要延迟 延迟直播 晚一点啊 晚个三十秒 或者你要跟来 跟这个佑农先套好招 你等一下讲什么讲什么 好可以你上来讲 我想告诉NCC 如果我跟他套好招 那就要做假新闻啊 那才叫假新闻啊 我不干这种事情 然后又这样子来罚我 然后罚不动就扣我红帽 所以台湾最大的国安危机 不是有中天 有中天是台湾人的福气 有我 我相信我也可以带给你们真相 台湾最大的国安危机 叫做有一个不懂得 倾听民意的政府 非常感谢 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很多朋友都给中天 非常热情的支持 那也很肯定 我们现在所做的努力 包括我们过去 一直在监督政府 当然呢 现在可能 当然我们讲了很多过去 都是一些比较不重听的话 所以现在我们遭遇到 很大的压力 可是要扣红帽子的话 那真的应该好好的 再想一想 别这么做了吧 因为别看到 国安局长都这么说 之前的是陆委会的副主委 也曾经已经认证过 求垂县 是 那还有再加上这个NCC的主委 陈耀祥 就在十月初的时候 也在立法院这么说了 是 补助中天吗 这个红钱有来补助中天吗 没有啊 是补助在中国的事业 都已经讲了这么多了 但是 还要继续的 硬说国安 硬扯国安吗 那当然目的就是只有一个嘛 不是关台 就是怡平 现在我们怎么样 是被留校查看吗 我请教一下卢委员 10月26号才举行过那场听证会 其实在听证会当中 NCC啦 还有那些鉴定人都已经不再讲 这个所谓的国安了喔 结果呢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还在说 中天就是红媒啊 还是有国安的危机啊 是不是应该 要好好想一想 不要再用这一招了 是 刚刚讲那个剧情就是 在这个会期立法院开会 第一次交通委员会 来质询到NCC 陈主委的时候 那一天我也在场 所以台湾需要多元的声音 各位说对不对 中天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声音 因为他听到了我们基层的声音 各位说对不对 10月6号我在第一次咨询的时候 针对于6月份就送出 要换照申请的中天新闻 第一次 在过去十几年来 所有的新闻频道换照 他第一次要听证会 要用听证会 所以那一天我就问 26号的听证会 你要请专家学者 作为限定人 各位知道 昨天听到 这个应该是游英龙 他做了一个比喻 他说好像跟美丽岛大省 那种感觉一样 好像公省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 因为毕竟美丽岛的大省 是当时国民党的威权时代 这个没有人否认 难道现在民进党 口口声声说的民主 他也要回到威权的时代 他说前面好像做了三个 NCC的官员做主持人 好像是法官 七位鉴定人 每一个好像都意见都一致 好像是检察官 那被告 好像都不太敢讲话 就是中天新闻 但是他少讲了一个 在桌子底下 好像藏了一个 已经写好的判决书 各位说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 你的新政是不是已经做好了 现在是不是只在一个过场 所以在20天前 我说你的专家学者 这些鉴定人 要经得起考验 如果你要用政治光谱来选 这些专家学者 那就蓝绿各一半 各位说对不对 今天就算我们输了 换照遇到什么问题 你整个的一个听证的过程 你基本上公平的 大部分大家认同的 那也没话讲 结果那一天 出来的鉴定人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我问了他五次 他死都不讲 一条名字都不能讲 因为是见不人的 见不得人的专家学者的名单 你全部都找 不但是偏绿 不是轻绿 有些甚至是绿的红卫兵 你用这样的人选 来选中天新闻的换照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看 非常就拍拖 所以我在这里 也警告NCC 希望我问你两次了 我希望NCC你自己说 你还是独立公平的独立机关 虽然昨天民调出来 六成多的民众 不相信了 但是我正好在交通委员会 下个礼拜四 我又要质询到 NCC的主委的时候 我还是要再问他 因为如果这次省的执照 是这样的省下去的时候 我告诉你 NCC也会让他决定 他到底是不是 还有一点独立的机关 10月26号的听证会 很多人都看了 你们觉得公平吗 民调也显示 真的很多人不相信 NCC是超然的单位 告诉你 Now News在27号到29号 做了一个最新民调 八成的人认为 NCC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关 有被干预 另外也有高达七成 将近七成的民众认为 不应该干预媒体的换照 所以你们是站在 民意的这一端 尤其现在行政院长苏正昌 今天也说 尊重NCC独立的行使行政权利 也希望国人 多给他一点点空间 看起来苏院长也觉得怎么样 NCC最近饱受抨击 好像似乎做得没有那么的公平 所以苏正昌帮他来说相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民进党自己人也不满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 游英龙说 这个10月26号的听证会 比40年前的美丽岛军法大省 还要糟糕 美丽岛的被告 还可以在军事法庭上高谈阔论 NCC却处处的限制被告 中天代表的发言 我想问一下谢议员 因为他是很资深的媒体人 在广播节目有主持20几年 你怎么看那个听证会被讲说 其实很多脏手吗 是 在这里我向各位先说明 我在媒体工作超过25年的时间 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不是为特定媒体来发声 今天无论被处理的 被修理的 被收拾的 无论是电子媒体 还是平面媒体 不管哪一个媒体 我都要站出来 一个媒体人的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 媒体有言论的自由 但前提是 你必须要善尽查证之时 对不对 如果我查证过的内容 是事实的 是真相 为什么我不能公租于世 为什么我要被钳制 为什么我要被限制 来各位看一下 我们背后的这一面看板 无限期支持言论自由 鹰派之道无他 永不屈服而已 正难容 正难容是什么人 当年就是为了捍卫言论自由 而引火自焚 对不对 那为什么到今天 当时的在野党 现在的执政党 难道是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吗 台湾阿嬷 前立委许龙署 他也说 民主 就是要包容不同的声音 言论自由 本来就有正有反 唯有包容不同的声音 才是民主的真谛 如果政府企图 以公权力介入 要为自由设下标准 这个就是企图 要踹倒 制衡三权分立的第四权 这是要抓住媒体 这个是不对的 谢美音在媒体工作20多年 我向来秉持公正客观的报道 我也不会只采取 只援引一家媒体所做的论述 只要他的内容是经过查证属实的 是有所本的 为什么不能够搜出去呢 我也常常鼓励我的听众朋友 我们可以多阅读几份平面报纸 或者多收看几家电视台 才能够整理出属于你自己的思想 不是吗 如果全部都被前置 只剩一言堂了 那请问 还要媒体做什么 我们就向北京看齐就好了 全部都是一言堂啊 上面说了算 不是这样子吗 身为阅听大众 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吸收更多元 更不同角度 接近的事情的真相 才能整理出更客观的价值 不是这个样子吗 而且所谓的民主的精神是什么 我不认同你的论述 但是我尊重你有表述意见的权利 这样说对吗 我不同意你 但是我尊重 你也可以说 你说你的 但我也表述我的权利跟看法 而不是叫你闭嘴啊 而不是用强硬的公权力 先射箭再画把 选择性的去审查 这是没有办法 让所有的乐听大众 所有的国人福气 跟相信这个政府的 所以当初捍卫的言论自由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在开民主倒车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是我们要问的 我们不是反政府啊 我要强调 我们是反双标啊 双重标准啊 怎么可以做到说 律己胜宽待人以言 你如果说了我不中意听的 那我就把你给关掉 纽约时报 每天照三餐外带宵夜 骂川普 有没有 骂的都很难听啊 请问川普 有去撤掉纽约时报的照吗 有去关他们的门吗 有去办退报运动吗 老联合报人就知道 当年曾经发生过退报运动 但好不容易 我们走到现在 我们有民主的真谛 我们享有言论的自由 当然我还是要强调了 媒体要善尽查证之时 那么我们应该拥有绝对的 表述着自由跟空间 跟真相的深度广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